作为进入娱乐圈很早的老戏谷 关晓彤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很多年了 而也正因为如此 观众们似乎也是看着关晓彤长大的 关晓彤婷玉丽的形象深入人心 她从国民闺女变身最具潜力演员 一路成长颇为惊人 她不再满足乖巧可爱的荧幕形象 渴望突破自己 关晓彤祖父关学曾是北京情书大师 父亲关晓曾是影视演员 母亲是一位话剧演员 一家人都为艺术奉献 从小耳濡目染的关晓彤就对艺术有很大的兴趣 尤其是舞蹈和钢琴很是优秀 这为她以后在娱乐圈的发展 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而且小时候的关晓彤 在家就备受长辈们的疼爱和喜欢 关老爷子关晓彤爷爷家里有快匾 而匾的下方就是孙女关晓彤的照片 足以见得关晓彤在爷爷心中的地位 长命百岁 这句吉祥话 关晓彤的五官长得非常小巧云衬 是属于那种精致型的少女脸 搭配上温柔的笑容能够让她瞬间变身成甜美少女 此外 关晓彤的身材条件很不错 172厘米的她拥有一双幼稚又长的大长腿 即使是和模特站在一起也是丝毫不逊色几分 关晓彤虽然荣耀秀气 但是性格却比较直爽 一点都不扭扭捏捏 最近爆出关晓彤10岁采访的视频 采访中关晓彤句句都是段子 哪声哪气的北京枪 简直太可爱了 说话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干脆利落 毫不搅柔造作 分分钟被她圈粉 其实关晓彤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变过 小时候卫形是肉肉的圆滚滚的 长大以后变得挺挺欲立 还拥有纤细的大长腿 谁看到不得说一声羡慕 而且关晓彤身高为172.4厘米 就连陆寒都喊话 女友别再长高了 自2017年10月8日 关晓彤和陆寒宣布恋爱关系以来 两人就一直是娱乐界非常关注的一对夫妇 但是在公开恋爱关系之后 实际上除了每年的生日祝福彼此外 他们确实很少在社交平台上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爱意 但是尽管两个人通常不会刻意互动 但偶尔暗中戳的狗粮总是让人感到甜蜜 陆寒是地铁王子 因为陆寒太有可能飞翔了 但由于爱情 而是因为他陪女友去想去的地方 克服了他 可以看出这是真爱 许多陆地CPS粉都崛起 微博的各种言论越来越热 陆寒特别不舒服 并多次要求计划团队进行沟通 因为他知道自己心里有人 所以当时的他就已经喜欢关小彤了 但互联网上大家猜测是他和热巴 陆寒曾经说过 女孩对男孩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颜值而是才华 她有很高的才能 确实如此 小彤唱歌跳舞在学校里是年轻代表 非常突出的童星 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对于陆寒以及关小彤来说 他们携手走过这么长的时间 非常不容易 能够在之后走入婚姻的殿堂 组建家庭 估计就是最好的结果 大家喜欢小时候的关小彤吗 你们看好陆寒和关小彤这一对吗 欢迎来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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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刷刀